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植水炒糖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册风的应用 有书友问我 这个册风什么时候用 我们有时候都讲中风 册风什么时候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字 你看这个我 这个过来 你看 然后舒适呢 它直接这上来 你看这下去呢 这个动作啊 其实就有一些册风的东西在里面 就这个笔画 这个照的笔画 这个册风 我觉得用画跟画这个画画当中的画兰花有点像 这个画兰花有时候啊 我们画家啊 它上去之后到这里之后 你看它要这样子变 再变 它上去这里 这里变册风 然后再要换一个方向 再换一个方向 就是说这个叶子啊 感觉它在翻 叶子它是在转的 那我们有时候 那我们有时候这些笔画 你看像这种啊 这种测风一应用起来呢 会显得有立体感 测风这个东西啊 会上瘾的啊 要少用 为什么会说会上瘾呢 特别是我们初学 测风会上瘾的原因 因为测风很漂亮啊 就刚才讲的 我讲的这个事情啊 就特别在换 这种做转换的过程当中 它会用一些测风 换面的时候啊 你看这个下来 这个字也一样 你看这上去 这里就有点测风啊 这里测风过来 这个笔画 这个测风的东西啊 其实我们无时无刻是存在的 无时无刻存在 你看这过来啊 这测风有一点点 其实测风 我们在写书法的时候 我们要去克服的啊 所以说初学的时候 你不要想着测风怎么运用 而是想着怎么克服测风 怎么克服测风 其实也是一种测风的运用方法啊 就不要用 怎么样 怎么样不出现 因为你心里想着不出现 但是它还是会出现啊 你看这里 这就是测风啊 这过来就是测风 测过来 然后这里一个转弯 肯定会出现测风 这个撇有测风 下来 一个度的问题 测风肯定无时无刻都在出现 有些人会过了 过了之后变成偏风 所以 我说测风少用的原因就是这个啊 这一行我们继续写第二行啊 书是在写这个撇的时候 他用尽的极致的中风 所以说大家都是书法家都是在克服测风 啊 你看他这个字很中风的去写 到最后这个点啊 他也是中风的 我我这里一写写出了一点测风出来了 你看这个撇是一个测风 所以有时候你想要这个 出现这种笔画的这种立体感和出现的话呢 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测风 现在这种树绝对不允许测风出现 中风啊 这个书是写到最后它很尖的尖尖出来的还是中风 你这么尖的笔画你如果不中风的话就麻烦了 然后下面这个字 你看这个撇啊 这个撇跟刚才那个石那个撇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撇就出现了一点点测风的感觉 你看这里撞弯 然后这个撞弯这里测风很明显 你看上来画面测测 你看这里是一个测 上来又是一个测 有测风的地方 他这个立体感比较强啊 这一笔下来是测风的 你看上来又转要转中风啊 你看这里都是中风的处理的 你看这上来 舒适在这里又急进中风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这里已经出现的比较明显的测风出现了 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 无意出现之后 他发现前面撤了 然后后面这里就想方设法 急进自己的能力 急进自己所能把它写成中风 你看这个村也一样 你看这个是测风吧 上来绕一下 所以我们通常情况下在写这个 自己在串作或者临摹的时候呢 尽量要避免这个测风的出现啊 心里不要想着我要怎样把测风写出来 而不是 而不应该不应该这样子啊 这样就麻烦了啊 应该是怎样把测风避免 因为你不去想测风都会出现测风 呃 这个测风是一种特性 什么特性呢 就是笔的特性造成的 啊 为什么说笔呢 因为他笔这一毛有这么多毛 嗯 要让所有的毛放在同一个 同一个方向上 你说这个是有多难是不是 所以说中风会难一点 而测风它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 你看这个过来你看 这些中间这个毛在这里 你如果不调风直接过去的话 必然有一些毛跑到边上去 它就形成了测风了 哎 这顶过去就是一个测风 很多人很多一些江湖的书法啊 他们也也在想啊 这个测风要用啊 也就是测风中测并用啊 他们就以为哎 中测测风要用 所以心里一直想着测风 测风要用测风要用 测风要用 结果就就就完蛋了 一辈子写不好书啊 因为 因为测风本身不用我们想的 自然你想不出现它都难 你看 因为绝对的中风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发现没有很多 这个著名的作品 都是 作者在极致追求 往这个中风走 它才会流传下来 那些特别锐的 能留下几幅 测风特别多的 或者说甚至用测风 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作品 有没有没有 出现不了这种情况的 所以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去追求自己 少出现测风 因为在追求的过程当中 你自然就会出现了中测并用 因为中测并用这个事情是不用 训练的 不用训练 我认为就是不用训练 舒适的 这个黄州寒石贴 你看这三个盐水 它都 都想方设法 变成全中风 看到没有 最后一个提 我们很容易出现测风的 因为这个一带 带下来就会测风 所以什么时候会出现测风呢 就是转转弯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测风 我们这里你看 你不调一下测风就出来了 但是你看它 好像软软的 一点力气都没有 但是它为了调中风 它有这个树 树下来 你看它这里调一下中风 看它是软软的 一点力气都没有 但是它是中风 很中风的感觉 像这种经典的 这么出名的杯帖 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要觉得 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不要觉得它是 无意出现的 它的一切 都是有意而为的 它或者说 不小心出现了 它也是 也是非常完美的 你看它这个枝 它这里就有一个测风 跟我刚才 就是这个中侧的一些转换 转换比较明显的 就我刚才讲的这个 兰花的画法是一样的 它这个面过来 你看直接上来 你看这样绕过来 它就会出现一种中侧的转变 这个测风 测风 转中风 又转测风 自然而然会出现这样的 你不去调整 就会出现测风的 而且测风 出现的多了 就是失败的 合理利用才是 合理的 那怎么怎么怎么用呢 就是中风多了 你用个测风 很简单 怎么让它出现呢 不要调风 就测风了 很简单 测风不用练的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 你这个 下面这个偷 撇 你看这样是中风的出去 如果你不去调 下来走 这就测了 这就是中风 你说不去调 这样出去 你看这样出去就测了 所以说测风是不用练的 毛笔就带过来的 毛笔自带的一个功能 就是测风 我们要想办法去克服 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通过这个凡石贴 我们来说了 这一个测风的问题 其实不用太多的去做这个事情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就说到这 朋友们再见